歡迎收看今集,我是葉兆希 今天我想和大家看看一首中題琴的考試曲 亦是八級皇家音樂士的考試曲 我不記得這首曲是屬於A、B還是C 但我只知道這首歌是Brown所寫 是他的中題琴奏名曲裡面的慢樂章 是Fm的中題琴奏名曲 這首曲我自己未學過 從來未拉過 但因為有學生想考這個八級史 我自己很喜歡Brown 所以我想趁這個機會看這首歌 就算你說我們有鋼琴譜也好 看著數字也好 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真是說不到的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聽錄音 但聽錄音也要小心選擇 因為我想起我小時候 去聽錄音有一個問題就是 會順到十足十的 尤其是第一個錄音 就覺得我就是要學他了 學他的音色或者學他的速度 總之以那個為準 但是這個不對的 其實應該要聽多幾個錄音 去比較一下 最低限度是要找到一個錄音 是自己喜歡的 這樣才行的 你沒有比較 你找不到一個自己喜歡的 不過我也想說 你多少要有一些看法 然後才去聽Spotify 找錄音 如果你萬無目的 你對這首歌 或者你對這個作曲家的風格 你沒有自己一套想法的時候 比你面前有十個不同的版本 你都花多眼淚 你都不知道怎樣選擇 你覺得 十號的錄音 和三號的差不多 可能有些快 你最多聽到快和慢 如果你對音樂是有看法 你對某個作曲家的風格有看法的時候 你在這十個錄音 你會找到一個你特別是 你會特別跟你覺得 沒錯是這個 譬如我剛剛這首歌 我就在Spotify那裡去找錄音 我找到很多很出名的viola player 但是我只是聽頭那幾個 我聽了兩三個錄音 我聽就已經 我聽了我想兩秒 接著我就已經skip了 就飛了 為什麼呢 沒有可能是他們拉錯音的 絕對不會的 那是什麼理由呢 首先我們看一下這首歌 它寫著那個tempo marking 是叫做Andante un poco adagio un poco to a slight degree or amount somewhat 少少 那所以Andante un poco adagio 是不是應該是 行板 少少 adagio的感覺呢 我又再查一下 adagio就是緩慢 緩慢 但是少少 然後有行板 我希望大家不要覺得 我好像是催無求疵 或者是好像沒有什麼需要去 去分到這麼細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線索來的 去告訴我們我們 我們怎樣看tempo marking呢 就會影響我們怎樣看那首曲 我們覺得那首曲的pulse 那個拍子有多快 所以對我來說 那個tempo marking呢 是很重要的 人家只是說un poco adagio 是少少慢的 少少緩慢的 主要呢 仍然是Andante 為什麼我聽頭那兩秒已經不聽呢 因為他們是in four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證據來的 如果你是想它的方法 因為你看到慢版 慢版 慢就 慢就 但證據上面第一個小節 是一拍半 那怎樣慢呢 將它放慢一倍 譬如 以半拍為單位 就不是以一拍為單位 所以第一個小節 或者整首歌 寫著二四 那我們想的方法 就會變了 對那些 對那些覺得應該拉得很慢的人來講 那他就覺得 那就是in four 一個小節 就是四個半拍 就是一二三四一 或者可能他們想再慢一點 但是 怎會in four的呢 因為人家明明寫著 Brahms明明寫著two four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證據 第一個證據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tempo market Andante un poco adagio 對Brahms來講 Andante行板呢 可能會快了一點 可能會太流暢 所以他加了後面的字 有一點點adagio 但你記住 他是說 一點點adagio 我想我剛才 原來是聽了 聽了一二三四五 有五個recording的開頭 其中排第一位 我亦都相信 排第一位那些 亦都是 我猜也是唱片公司 如果你是很出名 或者你的後台很厲害 那他們就 把你排到最前 這一位的中提琴手 叫Raisanoff 為何你會把這一首 為何你會覺得這首歌 是in four的呢 F minor 你會聽到那個 是很準 很多vibrato 很抒情 但別人不是這樣寫的 就是 當你在這個速度 可能你會問 葉兆熙 你怎知道別人 in four 你又不是拘捕 那個人 你怎知道他in four 我知道 當你在這個速度之下 你不可能intu 你試一下 你看看 剛才他的速度也是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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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在另一個時空 那裡 好像沒有了時間的關聯 那樣 是把那些東西拉到 明明 我想不到一些很好的比喻 可能明明那件事 可能是 我不知道一件金屬 本來只可以給你stretch 可能這麼多 但是他為了要滿足他自己 抒情的這個感覺 或者他獨特的看法 是把這個音 這個節奏 拉到這麼長 當然 他因為有這樣的功力 所以他即使拉到這麼長 你不會覺得 好像托不起 好像那個拍子托不起那個旋律 就會 dun 就沒有了 dun 他沒有 他之功控制很好 他也有vibrato 是很穩定 是 是很配合那個速度的vibrato 這個做得很好 但是別人不是寫著 inform intual 那為什麼要拉到這麼慢呢 那andante去了哪裡 你不要告訴我 這個感覺 有andante在那裡 那andante 並不是在 不是在半拍那裡 對不起 你 說服不了我 我這個不會是用半拍去想的 andante 然後呢 就是 我覺得 所以我也都 剛才說 不要相信這些recording 也都要有多少你的看法 你看到這個tempo marking 你應該馬上想 andante andante 走路的速度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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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無拘無束 但無拘無束 不代表你沒有了時間觀念 我亦都覺得 Browns是一個很踏實的人 他不是追求那些 哇 我要超級浪漫 他不是的 他所寫的音樂 不是這樣的 可能其他作曲家 Rickard Strauss 或者Mala 可能是會這樣 但當你 去到這麼慢的時候 你怎樣做 andante andante的感覺去哪裏呢 你聽到鋼琴 鋼琴又不是 String 不是中提琴 不是小提琴 他怎樣可以做到 怎樣可以托得起 那個音 而每一個音 都是Diminuendo 你聽一下 就是 可能你是 Live Eola 你拉Voling 你會很爽 你不用理會那個鋼琴 但是那個鋼琴 每一下 他其實在做一個Diminuendo 所以應該是 One Two Three 我記住 我不是說 要拉多快 我從來沒有說過那個速度 但是我純粹只是 你怎樣看這首歌 對這首歌對你來說 是In Four 還是In Two 只要你想In Two 你自然會找到一個速度 是慢得來 但是有andante的感覺 或者反過來 或者是andante得來 會有一點 那麼多的adagio的感覺 第二件事我想說 除了這個soloist 我不知道 你可以知道我不是很喜歡他 然後我一直看下去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Spotify 搜尋一下 在頭五個recording 裡面那個soloist 當他拉這首歌的時候 他都是用這個速度 我想 他們是不是很懶呢 還是他們也有聽過recording 好 哪個哪個 都是用這麼慢的速度 我還是不要這麼靈類 不要 不要像葉少熙說 Into In Four 穩陣一點 寧願隻手拉慢一點 我想讓大家聽一下另一個 這個recording 當你找到對的速度的時候 應該說 如果那個soloist 真是intu的去看一首歌 你會想一路聽下去 你不會覺得快還是慢 你會覺得沒錯 這個速度才對 大家聽一下 中毒 你們會會覺得 aussi 就分ч molto 是不是一路向前 你會覺得很快嗎 也沒覺 你會想繼續聽下去的 而且你會聽到 鋼琴 所以我們看著那個譜 你聽到鋼琴是右手 右手先 你不覺得它需要 即是一氣呵成的 右手和左手 只有你用intu去想 你才會有這個感覺 所以這只是第一件事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 這個pulse是很重要的 在這一首歌裡 請你不要拉延課 不要破壞了一首歌 不要破壞一首歌 唱給我 唱會 詞曲 吏支持 李宗盛 唱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